HELLO 大家好,我是Garion 歡迎來到Garion Photo Tech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和按鈴鐺 一有新影片,Youtube會通知你們 今天想做一個補充 之前有介紹過 Diffusion B 軟件 是替我們Mac機的朋友使用 Stable Diffusion 剛剛有個網友問 Diffusion B 有沒有辦法增加其他模式或數學模型 今集詳細和大家示範一下 在Diffusion B 內安裝其他數學模型的方法是非常簡單 首先在Diffusion B 軟件 然後在右上角的三滑按一下 便會找到一個叫Setting 在Setting上再按一下 按完之後你會看到有一個叫Add New Model 去到相關你已經放了數學模型的目錄 然後點擊你需要用數學模型 在這裡大家要注意 每一次只可以輸入一個 我們選了要的之後 按開啟 然後讓它慢慢輸入到電腦 Diffusion B 成功輸入數學模型之後 在Custom Model 看到名字和數學模型 現在放在哪一個地方 大家要注意一件事 這個數學模型並沒有抄襲到其他位置 換句話說 如果你在現在的Directory下載的Models 我刪除了原本的File Diffusion B 便沒有辦法再應用它了 在這裡我想跟大家示範另一個數學模型 叫做Realistic Fiction 313 為何想示範給你看呢 你會發現它進入時會出現一個Error問題 在這裡想跟大家說說 Diffusion B 並不能使用所有市場上的數學模型 又好像我之前也有提及 為何一直推介用 Automatic 4.1 原因是因為Stable Diffusion 的數學模型 大部份基本上只是為了原裝的Stable Diffusion 如果像這些Diffusion B 的其他分支 有時候並不能真正輸入使用 至於如何使用POMP時使用 在這個Option 按一下 然後滾到最下面 它有一個叫做Custom Model 按一下之後你會找回那個叫Inpung Diffusion 按了之後你便可以正式打你的POMP 然後使用它了 今集就說了Stable Diffusion 如何安裝第三方的數學模型 謹記了 不是每一個數學模型都是支持的 多謝大家觀賞這段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和按一下小鈴鐺 有任何關於Stable Diffusion 或者Diffusion B 或相關人工智能繪圖的問題 歡迎大家留言問我 我會有機會選擇你們的問題 作一些專題拍特輯 解釋整個工作流程如何做 再一次充心多謝大家支持我的頻道 多謝你